大家好,我是大伟 我是小月 今天我们来一个高档的地方买点衣服 最近大伟总是吐槽我 说我穿的特别的寒酸 因为我平时接果果的时候 在学校我们可看到人家他同学的妈妈 大部分都穿的都特别讲究 然后我感觉他穿的就是特别随便 随意 我万一想着学校开个家长会 他连衣服都没有 我没有好衣服穿重要场合 所以今天来商场买几件新衣服 顺便你也买点 主要是给你买点 要给你好好打扮打扮 走 看看 又到了宠儿子的时候了 这么大了还抱着 他从那高台阶上 一下子就搂着我脖子上来了 我们在这里转了转 发现大部分的店 这些品牌都是英文名字 像我这种穿衣服不讲究的人 我对这些品牌基本都不认识 我们准备给果果办张卡 100块钱玩10次 果果来到这想玩一会儿 这个游乐设施 带果果来驾校学车来了 是吧 这个是儿童驾校 里边有道路可以自己开 跟那个蹦蹦车有点像 感觉还挺好玩的 选了一辆警车 大委屈当起了教练 给果果玩 我们现在吃点东西 然后我跟小月要去翘衣服了 我们相中了一件绿色迷彩的卫衣 我觉得很适合大委 我早就太胖了 看看效果怎么样 怎么样 还行 太紧了 肚子看上去有点勒 我得拿一大一大 再宽大一号试试吧 颜色怎么样 挺好看的 宽大一号看着舒服多了 这个我看裤子 行 挺好看的 拿一个这个 镜子在哪呢 这儿 工装裤 什么休闲 那牛仔的都怎么看 这个镜子 为什么把我照得这么矮 这么胖呢 镜子就毛 给你照这个 我们家镜子显然高 显然长 你这是身材不行 怪镜子 我来都是 咱们家那个十一纪年 知道吗 拍出人特瘦 特别高强 真的跟镜子有关系 我再给你看个裤子 行 你给我看裤子 这个行吗 行 这个是大裤子 我看挺帅气 挺好看的 还挺会脱衣服的 你满意的话 就收银台付钱去吧 你的肚子 要是再小点的话 就更好看了 这裤子不瘦吧 不瘦算了 你还试试 能不能蹲得下 这没问题 大尾又试了一个皮衣夹克 不是说那个给你买吗 怎么全部那个给我买了 你是冤 我看这衣服适合你 你穿着肯定好看 不是我试的一个 是你 非得又又给我买这个 这挺适合你的 把这个也买了呗 这个 这个 那你今天给我买了三件了 买三件还可以打折 这个打折 还能再给一百件 这个显年轻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适合吗 果果 你感觉你爸爸穿着好看吗 本来说给小月买了 居然给我买了三件 花了八百多 八百九十九 哎 媳妇 过来 干嘛 哈哈哈 我的眼光挺好的是吗 挺适合你的 对呀 现在给我看吧 走现在给你去看 把我打扮的太帅了 我们逛了半天 陪着小月逛了好多家店 小月一直挑不着 我也试了七八套 感觉穿上 都不是很适合我的风格 不是那么好看跟满意 所以我们也没好意思 拍视频也没有录 我感觉今天 我挑不到合适的了 哪一天换个商场 再重新选吧 我现在能理解了 为什么说 跟女的逛街 真是受罪 确实是你知道吗 因为风格太多了 还有那个色系 有的时候穿上 真不适合自己 你知道吗 她刚才给我选衣服的时候 冲进那个一家店 直接 这这这 我一穿确实是 眼光特好 一下子给我选中了 我也特喜欢 给她选的时候 一下子 就比较费劲了 对呀 真不知道 那个你们女的 是怎么想的 选个衣服太费劲了 就是女人买衣服 本来就不是很容易 有时候逛街 逛了一个周五 最后一个衣服 都没查找 是吧 今天就是逛了一个晚上 我进去试了七八家 每家试了一两件 都不合适 没任何收获 今天没有那个 控手而归 你买合适了 对 我买了九百块钱衣服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试的那几套衣服 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就是这边的店铺 大部分商家的衣服 它偏那个中年女性的 那个职业装 就比较成熟 然后我穿上以后 效果呢 俗话说就是 有点老气 有点显老 它那个颜色 都比较偏中性色调 然后 没有那种很鲜艳 很特别时尚的款式 就偏稳重 色系呢 偏成熟 大为也是觉得 我穿上 不怎么显年轻 然后我们说 还是下周末 换个商场看 对 我感觉把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年轻辣妈 穿成那个阿姨了 对 今天就没挑到何一的 走回家吧 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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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